说起中国女排,不少人都对她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,她曾是中国国人,在世界上的最大骄傲,而时至目前,中国女排已经距离五连贯的辉煌时期过去了32年,可以说在那个五连贯的时代背景下,虽然国内的互联网一点也不发达, 但是中国女排的出名度一点也不强于现在,而对于中国女排当时的五连贯球员,至今也是球员们关注的重点,而今天小逼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杨小军,她不仅是老一代中国女排三连贯公勋球员,跟随老女排一起夺的第二十三届奥运会金牌,1985年第四届世界杯冠军和1986年第十届世界赛冠军,也是老一代, 女排时期的郭勋副船手,而要说杨小军的必杀绝技,那绝对是异传的成功率,具有关数据统计,在1986年女排式竞赛上,小军的场均异传,成功率接近100%,凭借完美的发挥荣获了大会最佳异传的个人奖项,大家都知道,在今年,不论是世界排球联赛, 还是亚加达亚军会上,中国女排在异传上的问题都是最为严峻的,许多球员都会频频因为异传的失误而丢掉本数,那么究竟异传就这么难吗? 实际上异传的实力是要靠大家努力练出来的,据了解杨小军在训练中非常刻苦,苦到每天训练,晚几乎都会大哭一场,正因为他在平时在训练中吃的苦中苦,后来才练就了异传绝技,而在洛杉矶运会的领,讲台上,所有的女排球员都哭了, 唯独站在队友们身边的杨小军没有掉一滴眼泪,杨小军表示自己的眼泪早就在训练场上流干了,所以可以造杨小军真的可以成为现在中国女排球员们学习的对象,而杨小军也在德国俱乐部大球时节时,为一位德国国家队男子排球队员,两人情投意合,并且结婚了,而因此杨小军也是三人怪队员,中, 唯一一位嫁给洋人的名将,虽然杨小军已然很久没有亮相,但洋人如今的生活也是十分幸福